HELLO 大家好 我是貝克15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喜歡的女生會拒絕你 因為你常做這五件事 每次告白都被拒絕 甚至沒告白自動女生就把你拒絕 你有想過為什麼嗎 有啊 我有想過 一定是我長得太帥了 他覺得配不上我 這就是可能被拒絕的原因 我相信你不會那麼自戀的 其實每一次的拒絕一定都是很難過對吧 約會了三次 結果在第三次你覺得差不多了 可以告白了 你再跟他走回家的路上 把他拉到公園 拿出你精心準備的禮物 你願意當我女友嗎 這個禮物給你啦 天啊 我有了耶 我有孩子了 孩子不是你的 我知道啊 我們又還沒做 當然不是我的啊 那禮物還給我 好啦 你送了就送了 不要那麼小氣啦 其實通常一段感情 也許你們真的有互動到曖昧 但最後還是被拒絕 不是因為你告白的流程做錯了 或是你的語調動作不對 而是在平常每一次的相處上 你是不是在給對方一個 你不適合當男朋友 當男友的相處模式 男女互相信 除非他做了超扯的地雷式 不然一般來說 都會是互相一直觀察 看了都會是整體 從第一次到最後一次 你給他相處的感覺 有些人會很在乎細節 女生拒絕我 是不是因為 我在1月3號的下午8點 跟他說早點睡 太早講了 這細節根本就不重要 而是整體互動 也許是認識這一個月來 你是不是一直在做 讓自己在吸引中被扣分的行為 加分的行為也沒在做 那最後就被刷出 可以當男友的名單中 因為除了你以外 你永遠也要知道 也會有別的男生在追他 尤其女生好看個性又好 一定除了你以外 有至少其他兩三個對象在追他 這是非常基本的 而且也不只是生活圈的 也許路上搭訕的 網路認識的 又或是他干戈 就是你都要預設 對方是有其他男人在追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每一個步驟 去跟對方講話互動 都是在加分減分 而不要隨便的呈現自己 之後想要在最後告白 一次搞定 感情吸引都是有系統的 慢慢累積的 除非你只是想發生關係 那就把推進速率拉快而已 那麼你可能真的很用心 是想要認真交往的 但最後結局 並不是你想要的 無緣無故就被拒絕了 尤其又是自己真的喜歡的女生 那真的會很痛 大概就比踩到樂高再痛一點點吧 那你不想要再被喜歡的女生拒絕了 你可以聽接下來我要說的 就是 絕對不要錯過這次半年一度課程全面促銷呀 這次在1月8號課程7則促銷 第二週8則促銷 現在正在促銷中 這是半年一度的促銷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 不要錯過這次半年一度的促銷活動喲 那我們來說 喜歡的女生會拒絕你 因為你常做這五件事的第一件事 假裝朋友 每一次都是表現機會 但你選擇的是假裝朋友去互動 假裝朋友去互動 會有幾個問題點 第一個 因為你是以朋友的方式去互動 你要跳出來用比較親密的方式去爭文 你弄得不好會很怪 例如你要約他 你是要以朋友大家出遊的名義做邀約 還是加入意圖 是我想要追你的方式去做出邀約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我交往過的對象 都是從朋友當了幾年 慢慢變情人的啊 這樣很自然 但你要想哦 你當朋友的這幾年 是真的曖昧幾年嗎? 不是吧 而是認識是一個朋友階段 但真的開始曖昧到交往 也許就幾個月 一兩個月 你們就會有感情結果了 所以你始終還是得加入意圖去吸引對方 讓對方知道你是要追他的 但不會說破嘛 就例如假如你是假裝朋友的邀約 可能就會說 我這邊剛好有多了兩張票耶 我知道你喜歡看那個展覽 要不要一起去 這就會是不敢呈現自己的意圖 那女生聽到這樣的邀約 可能就會覺得 哇哦 你人真好 只好放你好人卡了 可能就覺得這就是朋友的邀約 你可能會覺得 那我就邀約出來 再來慢慢肢體接觸升溫 但問題是 對方跟你出來 就不是因為你這個人出來 而是因為你給他 他想要去的攢的票 還是免費的 那麼你去做肢體接觸升溫 很可能女生就會排斥 覺得你在幹嘛 反而會拒絕你的靠近與碰觸 你幹嘛突然碰我 我們不是朋友嗎? 我以為你知道我喜歡你 你突然碰我 鼻孔 誰能接受第一次約會 就被碰鼻孔的啦 反而是你直接把意圖加入進去 去互動 也許是我想要去看那個展 陪我去看吧 這就會是加入意圖的邀約 假如邀約前你心裡有做好 對方對自己不是只有朋友的感覺 女生有接受到你的暗示 又願意出來約會 那麼你要去做 肢體接觸升溫就會相對順 假裝成朋友 互動去做邀約 就像是女生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突然就接受到 嘿 你要追她的訊息 而加入意圖的邀約 對方也願意出來約會 等於是女生給你展現自己的門票 那你要再擴展話題到更深層次 兩個人價值觀更細的話題 又或是肢體接觸親密度的推進 都會是對方 其實已經大概接受到 你可能會這樣做了 而你是假裝朋友互動 你就會做得很卡 甚至不敢做 之後容易就歸著 歸久了這感情就沒了 因為我前面有說了 其他男生也會追這個女生 其他男生比你更懂 怎麼樣加入意圖去吸引女生 讓女生被影響動搖 相比之下 你只能假裝朋友互動 聊一些無傷大雅的朋友話題 那你跟其他的男生朋友 有什麼差別 那你很容易就會被淘汰掉 當然你還是要搞清楚 要你不要假裝朋友去互動 不是要你直接去告白 告訴對方你多喜歡他 你這樣是 直接把關係弄爆的方式 而是呈現自己 我要追你這個女生的意圖 但是不說破 他還是得自己去猜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保有那個神秘感 讓你本身有一定的吸引價值 他就會去思考 你對他感覺如何的問題 當他在想 那其實就代表 他慢慢被你影響了 反而你假裝成朋友互動 他就真的把你當朋友 那就不需要去想 而你加入意圖是直接去告白表明心意 他頂多就直接把你當備胎 也不用去想你的心意 所以假裝朋友這件事 是很容易讓你被拒絕的 你就不想只當朋友幹嘛去假裝 所以真的喜歡這個女生 那就加入意圖去吸引對方 你可能會說 啊我怕被他知道我喜歡他 他就拒絕我 找乾哥打我怎麼辦 他假如已經被你吸引了 他猜到你更喜歡他 那不是更好嗎 那就代表你在加入意圖去互動前 給他的觀感印象 並不是多吸引人 所以你才需要怕 那怎麼樣可以創造良好的觀感印象 通常都會從第一印象 就被定義你的起始分數了 所以第一次見面 你怎麼呈現自己就很重要 一個好的印象建立 大概有你給對方是大方自然舒服的嗎 你有微笑很自然的去互動嗎 你在認識的那個場合 有跟大家打成影片嗎 你整體散發出來的整體感氣場 是讓周圍人被你影響的嗎 你本身的工作影響力多大 你的穿著打扮身高長相 還有第一次交流 你可以觀察到他的情緒 在互動丟結的過程中 讓他跟你有說有笑嗎 就大概講一下第一印象 這些你有做得好 那你後續要去做 加入意圖去吸引對方 就會很順 但你沒有在第一印象做得很好 那後續還是要加入意圖互動 只是就變得要讓自己 每一次互動盡量都要得分 那假裝朋友這一點 我說比較多 是因為真的太多人 在吸引上 因為假裝朋友去互動 關係被自己搞砸 那我們來說下一個 會被拒絕的是 情緒平淡 情緒平淡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講話沒辦法影響對方情緒 我們許多男生會是很直的就是意味 我們說話內容文字才是影響的關鍵 但其實更大的關鍵 會是你的情緒 例如同樣的一段話 你用不同的情緒去呈現 那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可能會是 你怎麼在這 好巧喔 或是 你怎麼在這 好巧喔 或是會讓人不爽的語氣 你怎麼在這 好巧喔 這是遇到仇人了吧 短短兩句話就可以有三種不同版本 而你讓你的話 每一句話 都可以讓情緒跳躍 你很容易可以影響對方情緒 對方跟你聊天 聽你說故事 就會是像在看電影 他就會睡著 假如你講話情緒平淡的話 你講話假如是帶著好的情緒的 那麼就會相對好情景 對方也比較會願意聽你說更多東西 甚至跟你分享他的事 你在一個好的情緒回答 等於給對方一個好的回饋 他就可能分享更多 你們關係就會越來越緊密 呈現一個正面螺旋 但你假如跟女生聊天 情緒都很平淡 那麼很容易 女生跟你交流 就像把講話的內容丟到水裡 噗通一下就沒了 那個東西好可愛喔 嗯 好可愛 你不覺得可愛嗎 可愛喔 那你為什麼講話那麼敷衍 我就這樣講話 不然你要我怎樣講話 唉唷 好可愛喔 太油了 當然這是講情緒的部分 還沒講話題延伸 你要怎麼找關鍵字轉話題 或是讓自己可以分享更多 但你講話有沒有情緒 一個就是會影響對方對自己的感覺 另外一個是 對方會不會更喜歡跟你聊天 讓講話有情緒 會產生親近感 讓對方感受到被認同舒服的感覺 那很容易對方就會跟自己聊起來 那容易聊起來 你要再去做吸引就會容易許多 而講話情緒平淡 很容易會讓人感覺到 你是一個無聊的人 不敢呈現自己的情緒 那女生很容易就會把你淘汰掉 當然你用字很精準 也可能鬥笑對方 那情緒就會不太被影響 但是用字精準這件事 本身就很難 這會是你腦袋要動很快 才錯得到 但用情緒影響對方 會是一個講話習慣 讓自己講話不要那麼平 而且是舒服清淨的感覺 需要平時自己練習一下 我們來說下一個 沒有原則 沒有原則是什麼意思 就是女生跟你意見不一樣 你絕對就是聽女生的意見 就算那個意見你並不認同 那其實也算是匱乏的一種 就是你沒有尊重自己的感受 有許多狀態互動上 就是對方會丟一些情況 你去接受對方給的狀況 那就是讓自己掉價值 拒絕不一定會加分 但不會掉價 簡單來說就是 對方要強加他的價值觀在你身上 你不想要 那就拒絕他的價值觀 或是說出自己的感受 不一定是用吵架的方式來講 而是圓滑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可能是對方直接說 我覺得呢 會去健身的男生 都好噁喔 要練那麼壯好不喜歡 假如你有在健身結果說 喔對阿 練那麼壯好噁心喔 像我圓滾滾的肚子 最棒了 跟你的肚子一樣 那其實你就是忽略自己的感受 說出違背自己想法的話 只為了讓對方不討厭自己 但你有自己的想法原則 假如是我 可能就會這樣 我覺得呢 會去健身的男生 都好噁喔 要練那麼壯好不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啊 那超難練的耶 我練了五年都沒那麼壯 就是根本不在乎 他說喜歡不喜歡 而是你是怎樣的人就說出來 也不用攻擊對方 就只是呈現出來 這樣不一定會得分 但你忽略自己原則想法 去認同你不認同的話 一定會扣分 因為用這樣哈巴狗說話方式的男生 大有人在 那其實都是用這樣哈巴狗方式說話 你很容易就會失去自己的個性 那這關係很容易最後也是被拒絕 我們來說下一個 不懂主導 剛剛前面有說 假裝朋友互動對吧 那其實你是假裝朋友互動 那很容易你也不敢主導關係 你要知道 女生其實不太會去主導關係 大部分情況 還是男生去主動主導 這關係才容易前進 那你不懂主導 不去主動 就讓關係維持在那邊 很容易這關係 最後就會不了了之 最後就沒了 因為關係是不盡責退的 你不懂主導帶領關係 那最後慢慢關係沒了 或是你發現 有人在追女生 你才開始想要主導 去告白 通常就是被拒絕 因為太慢了 當你主導是舒服是順的話 那麼女生很容易就會跟上你的步調 那就容易慢慢就前進到交往 而主導本身 還是有很多需要學 一個是不敢的心魔 這需要經驗累積克服 另外一個是 你有沒有個系統概念 知道話題要怎麼帶 推進肢體怎麼樣 依循漸進的推 要去發聲關係要怎麼帶領 一般來說 你很難知道從頭到尾要怎麼做 那麼你可以 不要錯過這次課程促銷哦 小小說一下 其實主導做得好 很容易拉大女生對於自己的投資成本 那麼當女生拉大投資成本後 要再去拒絕你 機率就會變小 所以你不懂主導 還是要試著去學習看看 我們來說最後一個 沒通力型 其實沒通力型就是代表 你這個人不夠真誠 而且容易傷人 讓人有壓力 我們每個動作 不管是推進關係 或是去聊天 都要懂得觀察對方反應 對方因為我一個動作 或是我一個話題的代理 又或是我說什麼話 開始臉色變得緊張 或是有點皺眉 那瞬間都要去趕快還場 可能是 哎呀 我是不是不小心說錯話了 因為我說 你長得很可愛你就生氣哦 好啦 你長得超級霹靂無敵可愛 直接破題說出來 去裝傻的緩和氣氛 又或是原本在推關係 觀察到反應是不喜歡不接受的 那就停住 就繼續聊天 有說有笑就好 你有同力型 懂得在進攻的同時 觀察調整 那你關係就很難 因為給對方不舒服 有壓力的感覺 最後就爆掉 那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個有同理心的人 你要去交朋友 或是交女友 都是非常受用的 那有同理心就會是 你願意去邊說話 邊觀察對方表情 肢體反應 再去調整自己的行為 來讓雙方在接下來互動 可以雙贏 當你沒有同理心 通常就會變成智爽 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最後很有可能 你就突然被拒絕了 好總結 假裝朋友情緒平淡 沒有原則 不懂主導 沒同理心 其實這五個點 都是女生容易會拒絕的點 被拒絕前 也許你信心滿滿 準備要交往了 你還很興奮 很開心 那場約會 在那個深夜 人來人往的街道上 你牽著的是一個人的摩托車 一個人騎車回家中 不停的想著 我到底做錯什麼 不是好好的嗎 為什麼拒絕我 你常被拒絕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問題在你不懂為什麼被拒絕 那你現在知道了原因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你不要再犯這五件事 找一個你愛的女孩去追她 我相信你可以成功的 找到屬於你的女孩 成功交往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我頻道可以訂閱我 也可以追蹤我IG 大家掰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